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四皇茶老酱香酒 还有其他的伤身酒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来介绍一下第三世界的角度 在半岛电视台刊登了一篇文章 是埃及作家和记者 马哈茂德·舒尔坦写了一篇文章 这文章提了个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世界秩序改变 将发生什么 我们得开始想一想 第三世界的角度 舒尔坦说 如果有一天你早上醒来 世界发生 美国被整个大海吞没了 那么会发生什么 毫无疑问 这是美国因为美国干涉 他的其他事物 受到伤害的民族和国家 最希望看到的事 而阿拉伯世界 当然属于这些国家的前列 跟中国还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退一步 问题是 如果美国销售了怎么办 这从未出现在阿拉伯人的脑海中 阿拉伯人是世界一部分 我们不知道如果世界撤出了大洋 让世界陷入后美国的命运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 舒尔坦说 这个问题在中东地区完全不存在 因为这个地区充斥了美国的军事存在 而且每天都受到美国的扩张主义盟友 以色列的攻击的伤害 这是自奥巴马总统执政的第一年以来 这个问题就一直紧迫地占据了美国人的心头 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2009年底所有的专家都在讨论 后美国世纪 在记录了衰退点之后 和美利坚合众国有着相同渴望梦想的替代性和潜在区域大国 正在不断的崛起 他没有提中国 好了六年后 这个问题从美国公众辩论的边缘成了核心 以此同时2015年的7月 曾经在2001年到2009年 担任美国第46届副总统的切尼和他的女儿 励志切尼合作了一本书 与众不同的是 为什么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 这本书 当然知道了个励志切尼 就是那切尼副总统的女儿 原来也在美国国务院当过官员 这本书当时被纽约时报描绘为畅销书 多数的美国媒体平台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不管他的广度深度如何 但是引起了关注 题目讲得很好 切尼说 正在讨论美国的例外论 讨论完了以后他说 正如林肯所说 我们是地球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 他们声称美国只不过是世界舞台上 另外一个蓝领区分的实体 但事实上 美国对于维护和推进自由至关重要 那些在未来几年领导我们的人必须提醒我们 正如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所做的那样 既然以我们所扮演的特殊的角色 切尼和他的女儿说 我们确实是例外 对美国很骄傲很自信 切尼的这本书批评了奥巴马当年总统期间 放弃了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 确认了幕后领导的非他排他性的原则 幕后领导 退去二线呢 领导干部这样 书中就介绍了奥巴马是如何 从根本上违背党派外交政策的共识 正是这个共识 在美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 以及在反恐战争的第一个十年取得胜利 却尼和他的女儿说 他们说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造成了损害 说明这个人不愿意捍卫保卫美国力量 而且如何削弱这个国家 降低了未来总统捍卫美国的能力 就后来的特朗普啊 拜登啊 都跟这个奥巴马有关 现在大家把奥巴马当成美国的千秋罪人 美国专家认为 从历史上看 美国显然是建立的逃离欧洲交战国家 以及所有落点和流血的想法之上 建立了一个远离旧大陆的山上之城 尽管并不完全中立 但它完全能够置身于欧洲核心事务之外 这门罗主义的一个前提 这些观点认为 二十年代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盛行的孤立主义 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 而只是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迫使美国尤其他的领导人承认 一九一七年出现的现实 就是欧洲 本来应该维持的旧秩序崩溃 一切都over了 永远结束 而是呢 这个时候美国 是个缺席的超级大国 由于切花能够阻止危险政权崛起 或至少减少冲突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比如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糟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除了美国 没有其他国家 要么美国维持和平 即使这是一个代价高昂 或者损耐道义的和平 要么不可思议的事再次发生 又谈到了阿维沃尔夫 在电讯报 英国的电讯报 一篇文章也表示 美国不可能成为瑞士 原因很简单 如果瑞士以某种方式成为美国 他就没有办法成为瑞士 沃尔夫说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几乎致力以维护和平 保护贸易和供应链 并最大努力充当民主和西方价值观的灯塔 和灯塔国这么来的 除了美国 没有其他国家 目前做得到 中国做不到 美国的研究人员用来强化世界离不开美国的论点的基础 通常需要历史和旧大国崩溃的经验 比如说卡根 罗伯特卡根 罗马帝国的衰落 不仅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终结 而导致了罗马政府 罗马法 以及从北欧延续到北非整个经济体系 至于文化艺术 甚至科学进步的终结 时间更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 那么说坦说 现代历史也均寻同样的模式 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之后 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和欧洲大陆大国的平衡 提供了相对程度的安全和稳定 繁荣和个人自由的扩大 由于贸易和通信的革命 世界变得更加的互联 也许美国从这个理论 是从近代历史中找到了理由 建立了一个道德准则 来证明世界现在对美国的需要 好了 现在 尤其是世界濒临崩溃混乱的教训之后 随着第一次世界战略爆发 稳定和平和先进自由主义的时代崩溃 取而带着这超级民主主义暴政和经济灾难的时代 民主和自由主义大有希望的传播被阻止了 然后又被逆转导致少数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生活的法西 是和集权主义邻居的统治之下 好了 做一个总结 20世纪英国和欧洲体系的崩溃并没有产生新的黑暗时代 尽管如果纳税德国日本帝国取得胜利 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 但尤其产生的可怕冲突同样也具有毁灭性 他说还有其他人在试图回答替代力量 是否能够有能力弥补美国国家的退出 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存在 让世界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独自一人 苏尔坦说我注意到了 大家对此几乎达成了共识 这个共识是什么呢 就美国的缺席 意味着天平向有利威权政权的方向转变 这样的话 事态发展就把它视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替代方案 东升西降啊 中国取代美国 这个可能是这个大背景出现 某些情况 莫斯科已经在保护一些中东国家的血腥独裁者 包括叙利亚 如果他们的未来获得更大的相对影响力 我们将看到更少民主转型和更多独裁者继续掌权 他没有提中国 但是呢 还有一些继续讨论 缓解 人们对美国勒索 可能离开世界的担心 他们一计 新的多元世界的平衡 可能更有利民主 比如说一些崛起的民主国家 没提到中国 他提到了巴西 印度 土耳其 南非 也许这个国家会弥补美国后退衰落之后 留下来的差距 这种不那么乐观的趋势 对他提出的这个替代方案 也没有太多的信心 通常追赶性的话语 表明并非所有这些民主国家 都有这样的做的愿望和能力 此外 这些国家难免无法自救 他们自有自己很多严峻的问题 这是因为 自由经济直去的建立和生存 在历史上是一直在依赖 愿意并且能够支持开放贸易 自由市场的大国 通常是通过海军的力量 当然世界 现在海军的力量 只有两个 第一个美国 第二个中国 好了 说谈的意气 如果日益恶化的美国 无法维持它在公海的长期主导地位 其他国家 是否会承担支持海军力量 来填补缺口和负担和成本 有些人在这方面添加了自己的智慧 更好的想法 不仅仅应该 仅仅应该 它是更好的想法而获胜 而需要大国来捍卫它 如果美国不玩 那么哪一个国家可取而代之 有两个海军上将 现在刚好先是可能 很快就被干掉了 这样一个海军大国 怎么能胜任呢 美国关于世界 不可能没有美国而生存的理论 美国不可取代论 它试图通过忽略坚实的历史基础 缺化领导的 合格的领导代替者 以及不可能依靠扮演 集体警察角色的多元化体系 来保护国际体系免崩溃 它就合理化了 每个人都需要美国的宣传 美国的宣传的 每个人都需要 世界需要 那么好了 通过这种方法论的延伸 人们都相信 如果美国实力衰退 支撑美国实力的制度和规范也将衰落 或者更有可能的是 如果以此为鉴 当我们转向另外一个世界秩序混乱的时候 它可能会完全崩溃 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 美国对于维持当前的世界秩序 是必要的 而美国力量的替代方案 不是和平与和谐 而是混乱和灾难 他又提到了罗伯克哈登那个说 这就是美国政权出现之前世界的样子 非美国不行 他意思讲 索尔坦他表示 这个假设各位是假设 这个假设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的一种 但令人担心的是 他谈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对替代方案的过度渴望 巴布的美国被大水淹了 没有美国了 所以这些替代方案 要发挥世界警察作用的条件 以及阿拉伯国家对他良好的看法 阿拉伯国家多数 对美国扮演的警察还是接受 那么阿拉伯国家多数认为 比美利坚合作国可能更仁慈 或者仁慈的力量 可能是 就是那个替代 尽管如此 现在没有人 以后不一定有人 可以向阿拉伯人提供他的保证书 无法保证再次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的温顺和温柔 能得到保障 不放心 还是这个观点 在阿拉伯世界 苏罗坦这个观点是不是主流意见 不知道 提供给大家看一看 第三个角度 看美国 第三个视角 看世界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你不能准备 优优独播side 始终的 — diminished 双冢 你不能准备 就没有人 柯 优优独播side